我想问的问题是 就是我的性格会比较的浮躁 然后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不自觉的很急躁 然后我其实分析了一下 可能是不是因为 我妈妈以前 就是我妈小时候带三个孩子 然后她们老是会催我嘛 所以我是不是 你说你妈妈怎么样 我妈从小带三个孩子 对 她自己个人带三个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会导致我就是跟她一样很急躁 然后还是因为说 我的性格本身就会比较大大咧咧的性格 导致我这样子比较浮躁的性格 然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 平时在工作中 就是有的时候会不够细心 做是老师会员那种 差不多行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的这种 就是 马虎差不多就行的这种的习惯 我觉得有点 传给了我的女儿 所以我就是很想知道说 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练习 或者怎么样学习能够改进 谢谢您 好 所以他刚才的问题里面就形成那种 好像如果照他的这样的理解的话 就是一代传一代 一代影响一代 然后代代相传 传的不是智慧 当然这个也会有 子女很难不受父母亲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说教育 父母亲本身的教育 比子女的教育更重要 可是一般父母亲往往都只是要求子女怎么学习 而不是要 要求自己怎么学习 怎么成长 所以很多父母亲 你虽然会生小孩 但是不会教导小孩 一般父母亲 很难觉察到 很难意识到 自己的教育 比小孩子的教育更重要 栽培自己 比栽培小孩子更重要 因为父母亲的心灵品质 你的观念之间心态 会很直接的影响小孩子 如果你本身的言行德行 你的心灵品质 你是容易紧张的 容易操心的 容易焦虑的 你的存在就是呈现紧张焦虑不安 不管你嘴巴怎么样在对小孩子什么教育 但是你的存在它就会影响小孩子 形成那种紧张焦虑不安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 可能你妈妈以前怎么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种推论 但是这些推论往往会把我们 把我们的该负起的责任 我们又把它 可以找个理由可以把它推掉 因为以前我妈妈她们怎么样啊 所以才形成我这样啊 又可以找个很好的理由又把 我们该负起的责任把它推掉 像这样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改变 什么时候才能够改变命运 所以一样 当然过去你父母亲他们怎么样来养育 你们对待你们 那是有那时候的因缘 你那对小时候你也改变不了 妈妈以前小时候怎么样对待你们 你也改变不了 那已经是过去 现在就是重点 你怎么样改变你的心态 感恩过去 妈妈的辛苦 她也是为了养育这些子女 也是很辛苦 怎么样懂得感恩她 而不是去还去怪说 他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才形成我怎么样 那个是在推卸责任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 要负起责任 然后对于养育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你才会把一些 那个连锁反应把它切断 那个负能量把它切断 才不会一直的在 在那里 那个被一些负能量影响 然后你心态又改变过来 感恩过去 再来你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 我们不要再去怪东怪西 很多人找原因 总是找外境找别人 那找到那些都可以有理由 推卸自己的责任 像这样的话 你解决事情就没办法从根本解决 所以对过去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 然后对现在呢 掌握现在 你怎么样好好栽培你自己 让你的生命能够来到乐观开心 安心 有爱心 有爱心 有智慧 所以是现在 怎么样栽培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你改变好了 你的生命在成长了 你的子女 他们就会 受到好的气氛 持长的熏悉 这才是从根本来解决 当然这个不是一朝一夕 也不是那种什么 腾条 打骂主意 所能够改变 那个是没办法的 所以要先从自己好好的栽培自己 让自己内心里面 充满了感恩的心 然后学到智慧 学到高心灵的这一种品质 心灵智慧 有爱心 有智慧 然后你就知道 怎么样来对待下一代 怎么来栽培他们 怎么样从用从道论教育的品质 从道论教育的本质 来栽培小孩子 OK 所以解决问题 一样都要回到我们自身来 不是一直怪东怪西 怪天怪地 怪命运 那都是在推卸责任